一口气看完元朝98年历史,公元1206年,成吉思汉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。 成吉思汉立国后,为报堂祖父安巴海汉被金西宗杀害之仇,决意攻打金国。 公元1209年,成吉思汉率领蒙古大军亲征西夏,包围西夏都城新庆府,西夏乡宗投降,归赴蒙古。 公元1211年,蒙金爆发大战,此战,成吉思汉亲率十万大军,击败金国四十五万大军,金军伤亡人数达二十万,而蒙古方面伤亡少于两万人。 史称野狐岭之战,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精锐,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骑。 公元1215年,蒙古军攻陀金国都城中都。 公元1218年,蒙古灭亡西辽。 公元1219年,由于西域的花拿子摩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,成吉思汉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。 西征过程中,蒙军攻占了花拿子摩的都城撒马尔干,占领了花拿子摩王国全境。 花拿子摩国王罗赫默在绝望中病死,蒙军一路灭国,屠城无数。 公元1215年,成吉思汉凯旋东归。 公元11226年,成吉思汉率军十万,歼灭西夏军主力。 公元11227年,西夏投降前夕,成吉思汉去世,终年66岁,而西夏不久投降,惨遭屠城。 公元1229年,窝阔台在胡理台大会被推举为大韩,后被尊为元太宗。 窝阔台即位之后,立即按照成吉思汉的遗嘱,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。 公元1232年,蒙金爆发大战。 此战,蒙军以少胜多,以四万人击败金军十五万,完颜河达,完颜臣和尚等将被杀。 金军最后的主力被歼灭,使称三丰山之战。 公元1234年,在宋盟联合围攻下,蔡州城被攻脱,吉埃宗完颜首须自杀,金末帝完颜成林,死在乱军之中,金朝灭亡。 同年,宋盟为争夺河南,爆发大战,最终宋军大败,使称端平入落,自此宋盟战争全面爆发。 此后的时间里,蒙古军攻占了京乡、四川一带的地区,但在南宋各地军民的抗击下,未能在所攻占的地区建立统治。 公元1235年,蒙古开始第二次西征,以成吉斯汗之孙拔都担任统帅。 此次西征,处于军事鼎盛时期的蒙古军,歼灭了俄罗斯诸王宫组成的联军,又击败了当时才初步进入封建时代的波兰,大获全胜,杀死了亨利二世。 史称里格尼茨之战。 里格尼茨一战,震惊了欧洲,欧洲骑士最后的尊严,被蒙古骑兵踩在了马蹄下。 公元1242年,窝阔台死讯传来,拔都率军东环。 公元1246年,贵游在护理台大会被推举为大韩,后被尊为原定宗。 公元1248年,贵游去世。 公元1251年,拔都等宗王大臣们,共同拥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登基,后被尊为原宪宗。 公元1252年,忽必烈率兵十万,南征大理国,两年后攻克大理城,国王断兴至投降,大理国灭亡,林贵高原并入大蒙古国版图。 公元1253年,蒙哥命其地序列物,率领十万大军西征,即蒙古第三次西征。 此次西征,灭亡穆拉一国,占领了穆拉一国全境,灭亡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。 又征战阿犹布王朝,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国土,最终败于埃及的马穆留克王朝。 公元1258年,蒙哥统兵四万,进攻南宋四川地区。 此战,蒙哥在都市攻城时受伤,不久去世,只称调鱼城之战。 蒙哥还未确定继承人突然暴毙,导致忽必烈与其地阿里布戈为争夺捍卫而内战。 公元1260年,忽必烈击败阿里布戈,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汉。 公元1271年,忽必烈取易经大灾前缘之意,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缘。 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,即元氏族。 此后,忽必烈两征日本,但都以失败告终。 公元1276年,元军攻入临安,宋公帝奉上传国玉玺和响表,南宋灭亡,元朝掌握全国性政权。 公元1279年,南宋海上流亡政权,赵炳朝廷被消灭。 晚年的忽必烈开始酗酒,暴饮暴食,他的体重迅速增加,越来越肥胖,导致不断生病。 公元1294年,忽必烈在大都病室,享年79岁。 皇位传给忽必烈之孙铁木耳,即元成宗。 元成宗是守城之军,他停止对外战争,专利整顿国内军政,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。 公元1307年,元成宗去世,终年42岁。 因元成宗无子,爆发叛乱。 在此期间,忽必烈的曾孙爱玉离拔利巴达,拥立他的哥哥海山继承地位,视为元武宗。 元武宗海山时,封集帝爱玉离拔利巴达为皇太帝,约定兄中帝籍,皇位在两代交替相传,史称五人之约。 元武宗在位时,宠幸重妃,臣丹银勒,由于酗酒过度,身染重病。 在位四年去世,年仅31岁,皇太帝爱玉离拔利巴达几位,视为元仁宗。 元仁宗时,整顿朝政,推行已如治国,缓和了民族矛盾。 公元1313年,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,史称严幼复科。 公元1316年,元仁宗废除了五人之约,毕而自朔德巴达为皇太子,打破了殊职相传的誓约。 公元1320年,元仁宗爱玉离拔利巴达去世,终年35岁。 皇太子朔德巴达继承地位,视为元英宗。 元英宗推行新政改革,大量任用汉族官僚和世人,引起了蒙古贵族的不满。 公元1323年,铁师联合元朝贵族诛杀元英宗,史称南坡之辩。 铁师一党,雍立也孙铁木儿为帝,视为太定帝。 太定帝时,元朝各地天灾不断,许多地方爆发饥荒,云南、四川等省多次爆发起义。 公元1328年,太定帝去世,终年36岁。 太定帝死后,各势力开始争权。 在此期间,阿苏吉巴在上都被雍立为帝,视为天顺帝。 图铁木儿在大都被雍立为帝,视为元文宗。 天顺帝与元文宗爆发两都之战,最终天顺帝被杀,元文宗顺利即位。 同年,元文宗图铁木儿放弃地位,让位给他的哥哥何施拉。 何施拉即位,视为元明宗,但在位仅半年去世,据说被元文宗图铁木儿所杀。 元文宗图铁木儿重新起位,他在位时,宾修京士大典,整理并保存大量元代典籍,提倡尊孔,加封孔子父母及后世民主。 公元1332年,元文宗因病去世,临死前后悔谋害兄长一事,下一诏,立元明宗之子已自赎。 元明宗次子一临至班继承地位,视为元宁宗。 元宁宗在位仅53天,年仅7岁就去世了。 妥欢铁木儿被拥立为帝,吉元顺帝。 元顺帝时,立志腐败,横征暴廉,科捐杂税明目繁多,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, 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中原更是连年灾荒,使得百姓破产流亡,无计为生。 公元1351年,北方白连教首领韩山童,率领红金军发动起义,元末农民起义爆发。 先后有张世成、徐寿辉、朱元璋领导起,并割据一方。 公元1364年,朱元璋自称吴王,此后,朱元璋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,统一江南。 公元1367年,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葫芦,恢复中华的口号,决议北伐。 由徐达、常玉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,先后在山东、汴梁、铜关等地击败援军。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,朱元璋在南京称帝,国号大明、年号洪武,视为明太祖。 元顺帝率领后妃、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北陶大漠。 同年8月,北伐军攻占大都,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。